昨天,泽连斯基在上个月向联大提交的那个要求俄罗斯赔偿3000亿美元 也就是合折人民币21000亿人民币的这个战争损失赔偿的提案正式开始投票 该提案在联合国以94票赞成14票反对73票弃权的比数高票通过 反对的国家认为该决议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如果这个决议应该通过,那么那些遭受外国干涉、殖民主义、奴隶制、压迫、单边制裁 还有其他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也有权享受补救、赔偿和正义的权利 你说对吧,梅利坚 虽然说联大的决议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具有政治分量 只不过这个政治分量得看你有多少实现的实力 然而泽连斯基很明显他没有想通这一环 在联大决议通过之后直接开出所谓的十大条件 其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让俄罗斯归还乌克兰东部公投入俄的四周 赔偿全部损失 普京下台 释放所有被抚人员 要求俄罗斯帮乌克兰重建生态 俄罗斯放弃核武器等等等等 然后俄罗斯代表拉夫罗夫想了想 表示泽连斯基说的话非常有趣 并答应了其中还钱的部分 以导弹抵押的方式来还 就在特连斯基 狮子大开口后不久 普通社和乌克兰的24TV电视台就报道了俄罗斯的新一轮导弹攻击 俄罗斯导弹落在了基辅哈尔科夫利沃夫等至少7个城市 多地基础设施损坏 奥德萨 苏美 以及尼古拉耶夫等城市的电力供应全部中断 乌克兰全境拉响防空警报 根据乌克兰能源部长赫尔曼加鲁申科所说 俄罗斯这次攻击规模给乌克兰带来的损失是整场战争中最大的 面对俄罗斯来势汹汹的导弹袭击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基里洛 季默深刻表示 这次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拦截了俄罗斯发射的90枚导弹中的70枚 当然实际上俄罗斯只发射了85枚 按照乌克兰的说法 俄罗斯只用了15枚导弹的爆炸 就造成了乌克兰全国的停截和开战以来 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最大的打击 不得不让人感慨一句 哎呀 俄罗斯的导弹当量可真大呀 目前乌克兰的基辅街头 正在大堵舌 本府就不明白了 你乌克兰防空忙力那么厉害对吧 85发导弹都拦截率了70发 有效拦截率超过89% 为什么市民们还要急急忙忙离开大城市呢 哦 我懂了 11月底了 一定是快过年了 要去外地度假旅游 对不对 肯定不是老百姓不相信乌克兰政府的防空报告 此外 过去天天晚上发视频 发照片 怒怼俄罗斯的乌克兰人 还有简中外网上面支持美国反俄反华的那些势力都陷入沉默 哎 这就有点不对劲了 你乌克兰赢得了那么大的防空胜利 怎么可以不在网上都炫耀一下呢 哦 我懂了 一定是因为乌克兰取得防空大胜 所以晚上能安稳的睡着觉了 对吧 肯定不是由于这次轰炸 现在乌克兰全境处于断网站建状态 对不对 同时乌克兰也通知匈牙利暂停通过德鲁日巴管道向乌克兰方面输送石油 导致匈牙利方面紧急召开安全会议 为了稳住匈牙利 北约秘书党斯托尔 腾贝格甚至亲自和匈牙利国防部长谈话 乌克兰断了匈牙利的石油 也一定是因为他们之前使用了卢布计算天然气 没有买美国的高价天然气 所以作为小弟的乌克兰帮着美国老大出气 应该不可能是因为电压下降 导致石油管道不能用 对吧 总的来说 这次乌克兰的防空是非常成功的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乌克兰就是那么说 你不信他们也不改口 当然这次轰炸中有一枚导弹落到了波兰的卢布林 误伤造成了二人死亡 一开始呢 大伙都以为是俄罗斯的 然后根据事发现场拍摄的导弹 长安还来看 这是S300防空导弹 俄罗斯总不能用防空导弹轰炸乌克兰的 那这枚导弹是谁打的呢 其实很明显了对吧 目前针对这次误伤 俄罗斯人难解释 就连波兰政府发言都在说 请不要发布任何未经正式的消息 对波兰是北约国家 按理说 这种导弹落入波兰的指控 是适用于北约宪章的共同防御 第五条的 也就是说 美国人完全可以以此为由 让北约军队直接介入俄国冲突 然而五角大楼表示 我们不要没有实施的猜测 目前没有证据证实 这个 落入波兰境内的早在是俄军发射的 所以在整个事情中 最为淡定的就是北约了 那简直是相当的克制 就差告诉全世界 这次爆炸不可能是俄罗斯人弄的了 不怕到了这个时候 乌克兰人才明白一件事情 什么联大表决 什么通过赔款 什么俄罗斯败计以下 什么北约无条件支持 乌克兰都是骗人的 导弹都砸到波兰头上了 只要随便编个理由 就能说是俄罗斯导弹 北约却连坑一声都不再坑一声了 很明显 他们就不想介入 从始至终 乌克兰能得到的 就只有物资援助 援军是不可能的 至于所谓的联大表决 通过赔款都是虚的 只要俄罗斯不承认 这种只有政治意 没有法律意的要求 就没有任何作用 当然如果能恶心的普京 少吃一顿饭 那这个表决对美国就是有用的 多的他们也不想 有早没早打三杆子罢了 至于所谓撤出赫尔松 是因为败相一路就更可笑了 俄罗斯真要败相一路 还能炸乌克兰炸那么狠 这件事情从始至终 就只有乌克兰当真了 至于当真的结果 各位也都看见了 别的不说 至少惨 那是真的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